归鞘不断喷出一道道金光 不断分析着精华宝露 一个又一个针文结成 每个针文都是六角锤芒 发出一声 却正是在推演道法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直入洞府 停留在眼前 王存也身上气息一定 迅无消失 片刻后睁开了眼 这是自己给卢兰儿的预配 只要捏碎 就立刻能向自己示警 卢兰儿跟着自己 回到成平道 已经注册了 金明弟子的名分 这时新年 放着回家多住短时间 怎么会出事 这里离着卢府 不过一百五十里 现在自己已是地形果位 肉身横渡徐空 全力赶路 不过一刻时间击倒 当下也不犹豫 足下生风 人已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 王存也脸色不由阴沉 打狗还要看主人 何况是自己的 记名弟子 是谁这样大胆 卢兰儿的家 王存也并不清楚 但金府感应 却明确指明了方向 只是一刻时间 就落在卢府前百米之地 此时微雨飞飞 对面门前 有着两盏灯笼 两个仆人 还在往外而望 里面一旋着灯 照得听力通明 王存也落下 就向里面而去 两个仆人越人甚多 一进就迎了上去 真人 见王存也微微点头 更是知道 迎对了人 倒退几步 迎了里面去 才进去 就见得一群人 涌了过来 王存也微微扫过 就见得了卢兰儿 也不多话 向院里走了几步 细雨蒙蒙 满院水气 见着王存也背着手 立在院中 自有一种回忆 却使众人不敢上前 卢兰儿上前一礼 说道 师尊 话还没有落 眼泪就琵琶落下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要捏碎玉符求援 王存也的语气 有些沉重 脸色也有一些阴沉 你只管说 我自会为你做主 听了这话 卢兰儿心里意暖 生气中带着颤音说道 我父亲被本限制的真人之罪 现在被抓到衙门了 说完这句 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 听得出时 王存也还有些动容 听完了 王存也目光忧郁 一声不言语 心里也是血量 刚才还在修行道法 破译道运 不想一出来 就立刻到了这勾心斗角 只想脚跟不讲道理的氛围里 真是有点恍惚 按照道理来说 不久前 王存也还是他们口中的盗贼 指责王存也不肯牺牲 现在轮到他们自己了 却也算是一样处境了 再说这是太上道主花下命令 征集地心 连王存也也在内 这和王存也又有什么关系呢 应该无话可说了 按照情理是这样 可是现实却不是情理 这些道人不敢违抗太上道主 就仇恨着成锦道主 成锦道主不敢明里表现 就迁怒到王存也身上 王存也现在是地心 也是出征对象 找不到明里的理由发难 就迁怒到卢兰尔的身上 这种事前世地球上见多了 非常普遍 外面的雨声在沉寂中渐渐大起来 打在了瓦片上啪啪作响 王存也闻声自沉吟着醒过来 微微一顿说着 我知道了 你在此等着 请让我去看看 话语一落 就见得眼前一花 顿时不见了王存也的身影 卢兰尔还算敏锐 连忙一望 却见得化成一阵风一人去了 信至衙门 十几个衙役排列 手持黑红水火棍 两个亲兵持着长刀站着 直见大唐阵中摆着公案 信成坐在里面 就听着有人高喊 生唐了 打一顿时喊着唐威 大唐上肃杀透了出来 信成脸上毫无表情 带放官卢纳进来 卢纳进来后 这官站起身来 白手说道 给卢大人坐 见卢纳坐了 这官隐隐透出一丝兴奋 说道 卢大人 你我本是同线为官 本不应这个场面见面 还请卢大人交代清楚 以免得我难坐 说着信成目光更是兴奋 宁笑一声 扯座 你给我站起来 卢纳依仲眉说着 是大人你让我坐着 信成一笑 心里快意说道 我刚才让你坐 是敬你是主部 现在要耿直直法 自要撤掉你的坐 你给我老实点 卢纳顿时心里明白 对方根本不是让自己坐 是故意要折辱自己 原本县城比主部高半级 但在县里却不长实权 许多事要医治自己 现在拿着机会 就要当成另件事 就要满足这种玩弄命运的感觉 不觉得脸色胀的通红 这时却知道 任何说法都没有意义 只得站了起来 不过还没有等着继续 突然之间外面一阵骚动 县城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 冒出一丝冷汗问道 什么事 话还没有落 就见着一个道人 抬脚朝里面进来 周围几个牙医 见此人一路直闯 本能就想去阻拦 王存也见着 只是冷笑 哼 滚 这一声并不响 但几个牙医顿时滚了出去 县城心里一格 惊吓 终于来了 虽做了准备 心中还是隐隐恐惧 在这个道法显示的年代 道人掌握力量 杀掉自己等些 但人不赌上命 怎么获得主子赏识 当下鼓起勇气喝道 你是何人 为何思窗县城 王存也冷笑喝道 你给我滚下来 跪着说话 说着 亮起一个玉牌 这是地心才有的令牌 这一下 就和一个耳光一样 顿时把县城打晕了 脸色顿时青红一片 多少筹谋 甚至想到罪恶的打算 却没有想到 王存也第一季 是这样硬生生而活 怎么 你对我不跪 是想蔑视道权 见这人还是争着 王存也冰冷冷一笑 王存也的地心 位在岛内所有官员之上 这就是名分 听了这话 这县城只得站起来 到了台侧跪了下来 进此 牙液和亲兵 都立刻跪倒在地 县城脸色惊恐 此时却不敢发怒 只是跪行在地上问道 敢问真人 你为何而来啊 王存也坐在大椅上问道 此人犯了何事 为何要捉拿 县城听了顿时心里一喜 这话问得好 问得妙啊 当下立刻站起来 正气凛然 真人 卢那贪污不乏 铁正如山 下官是不得不查 有罪不查 我这县城 就是不忠 就是独职 说着 眼巴巴地看着王存也 心里千言万语 就变成一句话 你快干涉呀 快干涉呀 虽然地心 位分在官员之上 但非奉命 也不能随意 干涉正事 只要王存也 真正干涉正事 和审案 他的目的 就达到了 谁让你起来 你给我跪下说话 王存也闻言 却冰冷冷 丢下这句话 这县城一腔热血 顿时被寒水冰凉 本来又青又红的脸 顿时变着铁精 但却抗辩不得 又得直直跪了 卢娜 你站着说话 对了 你一年能有多少两银子 卢娜应了一声 站起来 又打了一个鸡说道 我不刮地皮不收贿 平安做官 赦给上司孝敬 左右应酬 再分些下面人应得的赏 一年还能有两千两银子结余 王存也笑了 这时真有点兴趣 说道 你这官一年俸禄是四百两吗 两千两 你这官有什么心得 下官一年俸禄是四百八十两 心得吗 应得的银子 我不矫情清高都拿了 不应得的绝不要 下官我只图平安 用心办事 绝不含糊 你还真是妙人 当官能当到你这份上 很罕见哪 王存也笑了起来说道 不过 怎么还是避不了这难 人在世上 哪能避得劫难 如果明哲就可保身 还要祸福干什么 卢娜笑着 双手一拍跪了下去 我这种下官 这时就只等 俯首听后处置 说得好 情理要是有用 还要力量干什么呢 明哲就可保身 还要祸福干什么 这话越想越有味道 王存也听了就哈哈大笑 笑完了就说道 你们按律处置 道门的法度不容败坏 王存也丢下这话 就走了出去 转眼就不见了 诸人不由纳闷 就是县城也是非常纳闷 他以为王存也 会强行带走卢娜 不想 居然什么都不管 难道此人 就这样算了 争了一下 县城这才醒悟过来 拍了拍身 直起身子 脸色贴青 看着下面跪着的卢娜 甚至露出一丝杀机 县城非常愤怒 王存也敢强行带人 他就立了大功 青云直上不是梦想 但是现在 王存也不中套 这让他非常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现在怎么办 王存也不强行带人 没中着圈套 此官反却没有胆子 继续耀武扬威了 只要不被抓着把柄 地心真人 要碾死一个县城 却极是容易 就在此时 一个道人 在后面行出 对县城说道 罢了 你好自为之吧 说着就出了门 转眼就消失不见 这县城见着真人 就这样离开 顿时吓得魂不附体 白巡俭越想 越觉得汤这趟浑水 实在是冒险 这时就拱手说道 大人 巡俭司还有事 我们先告退了 说着就带着人历时散尽 转眼之间 只有牙液还在 香兵已经不见一个 县城僵坐着 心里顿时一片愤怒 寻死片刻心一横 喝道 把这放官 压入地牢 卢娜这时微微冷笑 却也不反抗 让着压着远去了 话说王存也出去后 并可就落到了卢浮节 卢兰儿当即就去迎接 王存也不带他说话 就摆了摆手 说道 你这是我清楚了 你父亲这官 已经算是清廉了 拿的是墨许的银子 天下官都拿 不拿就会被排挤出去 但是真的要论罪 却的确有罪 要是平常 这种事只是一句话的事 但我现在却不能直接干涉 直接干涉的话 事情就不是这个性质了 卢兰儿不由惶恐说道 师尊 但你放心 我不能直接干涉 还不能换个法子 王存也冷冷地说着 望着远处 毛子里闪过杀机 我这就去祖殿 向我道主师尊求个差事 终生沉静 在山上回答 随着终生 暮色降落 中央大殿 只是道主所在地 灵溪蕴燃 气象庄严 王存也虽是道主的弟子 却丝毫不敢怠慢 一致求见 片刻 大殿里出来一个道童 对着王存也说道 道主在里面 让你进去 王存也进去 见这殿 看起来并不出奇 中央有御踏 坐着一个中年真人 正是成锦真人 王存也顿时上前拜见 真人受了毅力 打量了一下 却笑道 看你不过半月不见 又有进京 你来有什么事啊 王存也深深击手 弟子这次来 是想讨个差事 哦 你现在成就地先 正是精进的时候 怎能 却讨个差事分心呢 不过说到这里 成锦真人 就心血来潮 沉吟了一下 身心勾连道性 却也有着心血来潮的本事 片刻真人 若有所悟 说道 你要什么差事啊 王存也顿时跪下 一拜说道 师尊 弟子只想当一段时间 巡查使罢了 成锦真人听了 顿时大笑 指着王存也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呀 就是不让我省心 起来吧 你既是我弟子 就给你这差事 不过 这些差事 本是魔力新兴 获得功德之职 你现在 别有用途也罢了 千万不要 累着影响道业 师尊爱护之心 弟子自是明白 王存也回着 听了这话 成锦真人丢出一块金牌 说道 拿去吧 记得要有分寸 王存也应命 是 拿了金牌 就起身出了大殿 离开大殿 摆步腾飞而起 心中却是很满意 这巡查使 位分在七平 握着此令 思思赤红官器弥漫 但这时 自不被王存也 放在心上 只是此职 却可名正言顺 见查群岛 俗世官员 和鬼仙步伐 虽对地先无效 但已经绰绰有余了 王存也来到 一处府邸 这时天色一人黑了 门前挂着两盏灯笼 门上 都私服三个金字 要人眼目 几个金兵 坐在门前 喝茶磕瓜子聊天 见着一个道人前来 顿时上前请安说道 这位真人 我们指挥室 还没有休息 您是谁 给个名号 小人这就进去通报 你进去禀告一声 就说活领了巡查使的 差事 要见着一面 王存也笑着说道 不过才等说完 这亲兵就非一样 跑进去了 各个道道 治理名分 实际上是建立时 和天地 和天子约定 都是无品府郡的名义 只是独立之礼 除了限制 还有一支兵权 却正是这都私服 都私服 五人一武 两武一伙 五伙一队 两队一个百户 管一百二十人 而这都私服兵权不多 就是十个百户 总计一千二百人 其指挥使 正七平 话说道道 地先甚多 什么是不可镇压 但有些事情 就必须这支正规军队 才算是名正言顺 王存也还是第一次过来 才等了几分钟 就陷到这亲兵 上气不接下气跑来 对着王存也说道 真人 请 王存也跟着亲兵进来 还没有走几步 就见着一个大将 急步出来了 见着就立刻一个机 说道 见过真人 见过巡查时 王存也看了上去 见着大将金汉 却有五道宗师的契机 有着金色鲫语 背后还有着隐隐 一丝清气 知道 毕师和道主 大有渊源 才得以掌着兵权 也不敢太多怠慢 还了一礼说道 这次前来 却有一事 特来调兵 原本没有信不过 真人的礼 这大将说着 不过 这是规矩 我们这里训练的 都是道兵 按照规矩 非有令牌 不许调动 王存也微微一笑 这情况他知道 这些道兵实际上 并不是花架子 生前训练很多 死亡后 重回真正的 阴灵道兵 当下就取出 巡查时的令牌 而这大将拿了 就这登陆艳谈 我见熟悉的字迹 和道立反应 就双手捧着 递还给了王存也 说着 是 末将奉命 不过 您只能调减三百 三百也足够了 你现在就能召集吗 当然 立刻就可调击 这大将毫不迟疑地说着 说着 就对亲兵下达命令 片刻隐隐又号角升起 一支军队 整齐开刀 虽然对付整齐 一片齐整战力 显得是肃穆森严 但这些道兵 还是望着王存也 他们虽是勇士 在此道岛 都没有用果之地 此时一听道门来人 顿时忍忍激动 想看看来者是何 三百道兵 已是密密麻麻 站满了院子 王存也一眼看去 不过都是 人先一转到两转 人先三转 抵达先天宗师 少得可怜 只有两三个 王存也此时 羽衣心拐 晋升帝仙时 虽没有改换肉身 但是身经屡次战斗 杀伐和威严 自是隐隐 这时众人看上去 都不由大赞 果然不愧是道人 这时大将上前 丧音浑厚说道 这是道门的巡查室 要领你们出去 现在请真人训事 王存也踏上一步笑道 我也没有废话多说 你们听着 只能按令行事 要是趁机犯了军纪 有打劫掠夺 杀人夺财者 格杀不论 大将听了此言 顿时一笑 将三枚玉符递了过去 一枚玉符 应对一个百户 你拿着 完成后 还请交回来 王存也看了 立刻结果 立刻就发号施令 顿时三个百户 连声应命 队伍就开拔了出去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